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新东西 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主义 全部都是围绕着创新、革新、改变 爱来的 那这些创新、革新的东西 不但在每个文化当中都失败 甚至还促成了很多黑暗势力 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黑暗势力 就是迪士尼 迪士尼这几十年来不断的输出觉醒文化 结果新上任的CEO要改变了 不再参与文化战争了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苹果、Google联合了整个欧盟 对Elon Musk发了威胁信 说如果Elon Musk不遵守他们对于仇恨言论的管制的话 就要集体下架推特 这边可以先说到就是 苹果跟Google是公司 欧盟是集体的政府 这样就是摆明的官商勾结不是吗 打击自由市场不是吗 就在这个时候 佛州的州长Ron DeSantis出来说话了 如果这些组织这么做的话 他会行使反垄断法来制裁这些公司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些事情呢 这样子算是在扩大政府权力吗 美国有一个大新闻 一个健身的网红被爆 他长期以来施打肋固醇维持体态 并不是跟他说的一样只要吃 全部都是吃生肉跟内脏来的 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今天好好来讨论一下 我是Edan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这个世界有很多黑暗的势力 其中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基本上不可能会相信是黑暗势力的就是迪士尼 迪士尼的CEO Bob Iger终于对于迪士尼不断输出的觉醒文化 还有迪士尼大量的参与在政治圈的影响力评论了 其中当然包括佛州的州长对于迪士尼的自治区取消优惠 为了要打击迪士尼的觉醒文化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保守派的新闻平台都会说 迪士尼的CEO声称要离开文化战争 迪士尼终于学乖了 决定要摆脱这个脱离左派控制了 我不知道他们听到的是哪一句有这个样子的倾向 但是跟我听到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一个宣传的问题 很多节目们都希望迪士尼会离开政策 会迪士尼会离开政策的政策吗 我认为有一个错误的观点 关于政策的观点 可以放在一些小的地方 我會做這個 我認為是重要的 把這些問題承認 而不是直接把他們當政治 那很多保守派的頻道會說 就是這位新的CEO 是說要比較低調形式 不要再參與在政治的議題上面 在文化戰爭上面要保持中立 然後說什麼迪士尼的新的政策 促成的股票大漲 投資者重回信心之類的 他们才 我当然知道这个电影是 他当CEO之前就制定出来了 但是他们才刚出了一个 专门为同性恋 家庭破碎 气候变迁的儿童卡通电影 你说他们现在在回心转意 我觉得这位Bob Iger是在说 对 我会低调形势 因为迪士尼要继续赚钱才可以 但是我不会从文化战争当中退出 我会带领迪士尼更加的参与在这个 世界组织跟文化战争当中 继续洗脑小孩 你在里面听到他的说法是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被政治化 但是我不认为那些是政治的议题 例如当一个称职的世界公民 Citizens of the World 首先 我们每次只要提到公民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讨论一个政治议题 如果公民不是政治议题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所谓的政治这个东西了 当一个公民就代表你参与在一个公共的政治系统里面 所以这位Bob Iger或者是Robert Iger 可能是在装疯卖傻 不然就是这个人天性迟钝 当然当到一个世界等级的大公司的CEO 不可能天性迟钝 也就是说这一段话就是他在装疯卖傻 因为他在说Citizen of the World 世界公民这个名词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名词 各位要记得世界公民跟国家公民是完全对立的 当一个世界公民就是在接受全球社会 我小时候常听到地球村这个词 是完全跟国家主权的想法是完全对立的 我小的时候在台湾常常听到什么地球村啊 世界公民这样的词汇 我现在长大了 我真的就不知道当时台湾的政党的活动都是在干嘛 地球村跟台湾独立是完全对立的 跟中华民国也是完全对立的 跟中国大陆说的一个中国也是对立的 地球村跟世界公民的思想就是 你说的不算这个世界没有国家 你们是什么你们对于这个自己的定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一切是要联合国的这个国家组织说的算 那这个有点扯远了 我不认为迪士尼学到了任何东西 我不觉得迪士尼会退出文化战争 如果他们有学到什么的话 大概就是要低调一点 他们不能派一个公司的大官在外面说 我们拍的节目我们所有的卡通 我们会用全部的力量来推行同性恋跟变性人 他们只能在暗中进行 私底下来 还不能跟巴黎世家一样直接把性虐待的广告 跟儿童色情片的内容直接放出来 这个样子会让普通的美国人发现 让整个州立法把你的福利取消 例如像佛州的州长Ron DeSantis 对迪士尼做的事情 而且说真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迪士尼认为他们要做任何的改变 就是因为佛州的州长 然后现在Ron DeSantis正在大力的庆祝这个胜利 I was sorry to see us dragged into that battle and I have no idea exactly what its ramifications are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itself what I can say is the state of Florida has been important to us for a long time and we have been very important to the state of Florida that is something I'm extremely mindful of and will articulate if I get the chance how do you respond to that he's talking about you we didn't drag them in Tucker they went in on their own and not only opposed the bill they threatened to get it repealed these are parents rights important policies in our state that are very popular and so they brought this on themselves all we did was stand up for what's right and yes they're a big powerful company but you know what we stand up for our folks and I don't care what a Burbank based California company says about our law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庆祝Run DeSantis 就是果断的决定废除迪士尼自治区的优惠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当时他在决定的时候 在右派的圈子里面是很有争议性的 当时有很多右派的人 算是传统自由派的吧 就是小布希那个时候那样子的共和党人 一天到晚什么把包容啊爱啊良善啊 放在嘴巴上那种就是自称的保守派 在那边说我们要的是自由市场啊 要公平竞争啊多元才会创新啊之类的 说穿了就是那些自称新保守派的那些假冒伪善的人 在那边说 我们不能使用政府的力量来做任何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就变得跟左派一样了吗 我其实某层面上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传福音 改变人的心 只要所有的人都了解世界跟圣经的价值观的话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变得更和平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人有太多的想法 私心欲望 邪念来去做坏事 不使用政府的力量 简直就是高举双手投降 那些人嘴巴上说是基督徒 保守派 但是其实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底线 让社会彻底烂掉的来源 就是那个样子的人才会说 Ron DeSantis不该这么做 他不应该阻止一个公司的自由 迪士尼在推行小孩变性 是迪士尼的自由才对 然后另外一边 真正的保守派才会在这边说 Good job Ron DeSantis 你们就是要这么做 我们就是要这么做 我们要打败左派 就是要使用政府的力量 来去做正确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这边不是在说 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而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正确事情 不是要以我们的观点跟方式来创造政策 这样子的话就跟左派的做法是一样的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以圣经的道德跟价值观来立法 来使用政府 政府跟政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 而且是反映我们整个社会方向的一个治理模式 我们每次投票 每次立法 我们都有义务要去做正确的事情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传道桥头自然值 一切交给神 那么我们的国家就注定堕落 我们只有使用政治的力量选出正确的人 才能把迪士尼那样子弯曲悖逆的公司转回来 一点点 或者我们才有能力抵抗那样子的力量 Ron DeSantis做得非常棒 他不但有这样的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 也有义务要去做正确的事情 因为他上台宣誓的时候 保护的是佛州的人民 而不是迪士尼股东的利益 跟迪士尼左派洗脑的议程 我们要选的就是那个样子的人 希望我们加州有个这样子的人可以出来选 最近很红的讨论就是 苹果要下架推特 只因为Elon Musk的做法跟他们左派不一样 苹果真的是一个完全走歪的公司 跟他们起初的方向完全不一样 我最近在网路上看到一个嘲讽的图档 上面就是 苹果的slogan Think Different 下一排就是他们要对推特做的事情 And you will be deleted 思想不同的话你就会被删除 我觉得这做得实在是太好了 太讽刺了 这张图会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 苹果说要下架推特 因为Elon Musk 允许保守派在推特上面继续有声音 那如果Apple、苹果跟Android一起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推特很有可能就这样消失了 因为这两个智慧型手机的公司就是掌控着全球 大概除了北韩那样子的国家以外的所有市场 Ron DeSantis在同一个节目上面就讲说 如果苹果真的下架推特 我们就会行使AntiTrust 反垄断法 然后击垮他们 Well Tucker, in the States You know, we did big tech censorship bill two years ago It's gotten caught up in the courts I think the U.S. Supreme Court's going to accept that case For this term Texas has a similar case There's a conflict in the circuits And so whatever the states can do To protect people's rights To engage in free expression And you know what some of these companies do They get a lot of benefits from the government As you said Patent, things like that The social media companies get liability protection And yet they turn around And they use that protection To marginalize voices they disagree with So I think from the congressional perspective though They need to look at anti-trust With these massive companies Because they are exercising massive amounts of power Over our society 这里最好玩的地方就不再是左派对上右派 不是什么右派的 Ron DeSantis 对上左派的苹果 这里最有趣的政治角力就是 右派对上右派 右派的自由主义人是 对上右派的保守派 不再是那种就是 如果你不喜欢苹果的话 你就自己去做一个苹果跟苹果竞争啊 而是现在有一群保守派的人在说 不是的 你不能这样 我们会使用权力让你守法 你不应该有特权 只因为你很有钱 你们在滥用你们的权力 你们扭曲我们社会的价值观 你们在做一堆很恶心的事情 我们要使用政府的力量 让你守你自己的笨笨 然后 Ron DeSantis 这是跟保守派站在一起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拉扯 我们真的要把这样子的权力 给政府吗 就算是给Ron DeSantis 这个是大家可以想想看的 那么这个思想上的拉扯是什么呢 就是政治是由文化产生的 对上法律是最好的老师 也就是说我们要支持自由市场 来使用文化来改变政治 还是我们要使用政治的力量 来把不好的文化驱逐 我一方面认为Ron DeSantis 有义务要来使用法律 来打击那些邪恶的公司 还有集团 但是我另一方面又不觉得说 他应该有权利 跟中国共产党分解马云的阿里巴巴那样子 因为这样子的政府就更有权利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请大家在下面写下你的想法 要是你几年前问我的话 我绝对不会站在佛州州长这一边 我会认为说自由市场比较重要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左派的公司 已经有左派的政府保上了 他们已经在用政府的力量 来摧毁自己在商业上的对手了 他们已经促成了垄断 他们已经是官商勾结了 不只是美国政府 整个欧盟都是这个样子 欧盟也在里面说要封杀Elon Musk 他们全部都跟苹果站在一起 以下是美国最支持共产主义 最支持中央集权 最支持言论封锁的人 说没有人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是其他人的权利 在当中央集中的权利 是中国人的权利 两国人的权利 是正在随所的权利 有什么权利 和他人的权利 对那些权利 在推动的权利 对吗 我觉得他们的权利 对他们应该有事 也许了 权利 对这些人的权利 责持人 不认识 一人的权利 难道 也许 没有人 责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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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责持人 Elyzabeth Warren 是吧 当时推特 Facebook YouTube 封锁川普的时候 他们说的不是 不可以有这样的权力存在 而是除了他们以外 这个样子的权力 是不应该存在的 这是一堆西方的国家的政客 跟左派联合起来 一起创造出来的地球村 然后他们在里面 全部都是贵族 我们全部都是奴隶 Joe Biden就说得非常清楚了 那些人不应该有声音 那些人不应该有说话权 那些人没有权利说话 那些人应该要被封锁 这个样子才可以保护言论自由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这次可以算是 非常同意Rondy Santas 佛州州长的执行垄断法 原本的推特 ISIS的恐怖分子 可以在上面发言 塔利班杀人 可以直接在上面招人 中国共产党可以在上面放网军 安提法可以在上面 促使暴力活动 示威游行 这些都没有关系 但是当时只要你认为 男人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性别 就算是暴力的言论 仇恨言论 就要被禁言 只要在上面说 耶稣爱你 我们要用圣经的价值观 回复美国 你就会被说成是宗教的恐怖分子 恐怖组织 我们就被这样说过 我认为如果苹果真的下架推特的话 Ron DeSantis提出的反垄断法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也要使用政府的权力才可以保护正直的人 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向 而且其实也是在扩大政府的权力的方向 所以我在某层面上是反对的 真正能解决的方法就是彻底的用圣经的教导 改变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其他的都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其他的都只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比神还要有智慧而已 那说到欺骗 最近有一个大新闻爆炸了 我知道 看见我也上了Alex Jones的节目 说他爱希特勒 然后带着那个Balance Yaga 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的一个头套 然后旁边放着一本圣经 在那个地方 真的是在发疯 OK 我们就来探讨一个对大家重要的新闻 就是有一个叫做Liver King 肝王的健身网红 他被爆他是个骗子 我知道更冷门 但是请大家看完我这一篇 相信我到最后是会有意义的 那各位知道Liver King是谁吗 我在写这篇新闻之前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我只知道之前刷Facebook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看到他 我现在才知道他叫做Liver King 他就是一个超级壮的一个人 然后从来没有穿过衣服 然后每天就在那边吃 很大只的动物的内脏 而且是生吃 然后就说他的身材 什么肌肉线条体脂 都不是靠药物来的 就是他就是跟原始的动物一样 吃生肉然后运动 然后才变成那个样子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特殊的健身方式 Liver King here 我们刚刚结束了吃鱼 The first thing we had was the liver of course Now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lung It's like gum And the marshmallow If I knew what the marshmallow tastes like Wait for it Liver King here 那 呃 呃 我不知道欸 如果说真的要逼我这样吃的话 至少要撒一点盐吧 反正这就是他的讯息 就是他吃的方式很原始 然后他多次的说 他从来不打类固醇 不吃那些健身的东西 就算很明显的 他就是有在搞那些东西 就是有打类固醇 现在还被爆出来 他大量的打类固醇 事后他发了一个道歉影片 Primals I'm making this video to apologize because I fucked up because I'm embarrassed and ashamed because I lied and I misled a lot of people I've stated that this is a complicated as topic at least to me it is because before social media I was rich and anonymous and after social media I'm still rich but no longer anonymous and I never expected this kind of exposure in the public eye It's been tricky as to navigate Well Clearly I did it wrong and I'm here now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Yes I've done steroids and yes I'm on steroids monitored and managed by a trained hormone clinician Liver King the public figure was an experiment to spread the message to bring awareness to the 4,000 people a day who kill themselves the 80,000 people a day that try to kill themselves are people are hurting at record rates with depression auto immune anxiety infertility low ambition in life our young men are hurting the most feeling lost weak and submissive so I made it my job to model teach and preach a simple elegant solution called ancestral living the nine ancestral tenants so our people no longer have to suffer so we can collectively express our highest and most dominant form this is my fight Wow 好令人訝異啊 對不對 我們怎麼看不出來呢 對不對 我們怎麼看不出來 你有打類不出來 我們當然看得出來 所有的人都看得出來 這個人有打藥 說實話 我也有在健身 ok 我沒有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得出來 我是有試著去健身啦 但是非常困難 練兩塊這個胸肌跟六塊腹肌 是超級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人 他全身的肌肉都是假的 但是顯現了一個很明顯的社會問題 我們的文化正在被社交媒體不斷的衝擊 正在無止盡的被這個明星文化 流行文化衝擊 導致我們對於正常的事情麻木了 所以說我們不斷的追求刺激的東西 更吸睛的東西 不管是在AI news上面 還是在顏值攻略上面 我們其實不斷的強調的就是 當一個正常的人 當一個正常的人很好 有正常而且正確的三觀 的價值觀是非常好 非常正常的 我們不需要接受八十幾個性別 才算是進步 我們不需要 一定要支持黑命貴才表示有愛 我們不一定要支持同婚才代表民主 我們不一定要支持烏克蘭才代表反共 這些都是社會的同己壓力造成的錯誤的觀念 人類很容易被這些極端的刺激的事物吸引 我們看到這些很明顯不是真的東西 我們會告訴自己說 我們會洗腦自己說 或許我們的認知是錯的 或許這些東西是真的 但是常常就都是假的 我們常常被騙 例如什麼羅斯財爾家族 Q啊那些東西 常常就只是政府擴大他們的權力而已 常常就是聖經裡面不斷的告訴我們不要被騙 要加強自己的獨立性 因為政府其實都是壞人 他們只是想要無限的擴大他們的權力而已 絕大多數的情況下 我們是可以相信我們自己對於對錯的認知 還有基本常識 外加上幾千年來流傳下來的習俗跟文化 特別是基督教的國家 絕大多數的人類千年留下來的文化還有生存方式 會比突然出現什麼主義徹底改變的生活方式的議程 更適合我們生存 例如在某個網紅的YouTube上面說了一堆很不合理的東西 全部整合起來合理化一切的陰謀論 不管是 Kanye West說什麼二戰希特勒沒有殺猶太人 還是小粉紅說中國大躍進的時候沒有二死六千萬人 還是一個健身網紅說吃生肉跟內臟就可以變成那個樣子 如果那些東西聽起來很不合理 是很單方面的思想 又不符合聖經的話 絕大多數就都是假的 那我在這邊想說的就是 就算有些人不是基督徒 他們也可以是保守派 因為他們相信那些祖先留下來的維持這個文明的生活方式 絕對比那些新創的東西來得穩定 你可以不相信基督教 你可以不相信耶穌基督為你死而復活 但是聖經是一個至少三千年的傳統的書 十一本建造了整個兩河流域的文明跟西方文明的書 表示是一個很實在很穩定尊重家庭彼此尊重至少充滿了三千年的智慧的書 裡面甚至你能吃什麼跟喝什麼對你有幫助都有寫到 這個樣子你就不會跟那個liver king一樣在那邊吃生肉了 你就算不是基督徒也可以用聖經的律法跟生活方式 有一個非常好的非常正常的人生 或許你沒辦法跟基督徒一樣在人生當中找到意義 然後還有追求神的喜悅 但是至少你會是個正常人 而且你會知道你自己的軟弱 以及人類對於權力的渴望 這樣子我們在看不管是迪士尼的CEO在那邊鬼扯說他要放棄覺醒文化 或是Ron DeSantis說他一定只會用法律來保護你 或是什麼陰謀論的時候 或者是什麼習近平是殘竹精 江澤民是青蛙精 鄧小平是烏龜精 然後都是從靈界來的 我們就都可以知道 他們要的其實跟這個健身網紅一樣 只是想要有更多的影響力 只是想要有更多的掌聲 只是想要有更多的權力 神知道我們是特別的 因為他創造了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人生 跟獨特的經歷 我們要為我們自己負責 我們要當一個正常的人 有正常的家庭 在我們的人生當中找到命定 才有可能得到快樂 我們不需要什麼多元家庭 多元性別 不需要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來證明我們的存在感 這個就是為什麼這本 三千年的書傳承下來的文化 會比現在哈佛大學 交出來的垃圾 還要重要 還要有智慧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